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雅州歌神陳奕迅頂著大樂天 17號下午特別現身在台北大道城故事館 為新專輯進行宣傳 在主持人黃子嬌的軟場之下 Eason仍然維持他嬉皮笑臉的風格 談到此次新專輯米傘的創作理念時 Eason說 因為歌其實我沒有 跟內容是真的沒有太大的關係 對 後來因為找了兩個不同的 對聲音有不同要求的製作人 一個是北京的 一個是 甚至新加坡的 那我一直在想 因為我比較用 比較習慣用英文來想 了解 然後跟朋友聊起來覺得 Rise and Shine這個東西是 就是太陽升起了 很正面的那樣 對 聽起來也特別的 Rise and Shine 好要起來 就起床的那個 談到專輯封面的特殊設計 以及兩張CD的概念 更讓陳奕迅大談專輯製作上的用心 你要不要改成Rise那一面 你看其實這個有點 我覺得 這個設到他臉上 因為我找到 我找了北京人 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設計 他沒有跟我溝通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他有這個意思 那個設計師 其實我找了北京人來做音樂 然後就真的很北京的風格 接著那個真的比較台灣一點的 流行音樂 對 高端的 所以我就找中港台 現在都大中華區這樣 就來個 就是找了香港 那個叫林海峰 因為我一直很渴望跟他合作 很潮的 然後他 因為他很多想法 他本來的 就是可以很快 時間很快 就可以做一個封面 就是一粒米 放大的 一粒米放大 就是米了嗎 然後一個閃 就是這樣子 一個閃 一個光芒的感覺 就其實是 好像米字一樣 我覺得也可以 後來給他兩天之後 他說其實他本來想的是這個 這個就花上大概 這個真的有這麼一個 真的要做一個 這個地形的藝術品 OK 大概要三個星期 是 才完成 我沒有點趕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值得 因為現在 現在我們 我自己這麼認為 我90年代出道的歌手 是 就覺得 專輯這個事情 還是對我來說是 特別有意義的 對 那現在買的 音樂其實都是很漂浮的 所以我覺得 你要買這個 其實要買 這個實體的東西 是 所以我們就寧願花多點時間 跟金錢去做這個 是的 台灣情報記者 台北報導 Rice and shine 拜拜 拜拜 好